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泪流离指舍 慈悲动干戈 顶困角龙路山河 我是我的女生 且看着意图独恩怨散花 也盼乱转几回 且悲欢几世恋我心我 有我爱快已无悔 用心结婚载兜散戒流道 由天使思想随 凝望穿之水也不复答回 你可知罪 敏言之罪 你既知罪 那就说说你都犯了哪些罪 弟子中敏言 不遵失命 肆意妄为 与妖念为伍令师门蒙羞 弟子汉 敏诀究竟是何人所害 是弟子 爹爹 六师兄是被妖魔蛊惑 才犯的错 并不是他的本意 不能全都怪他 住口 可是 今天谁都不能为他求情 是 玄机 弟子周敏言 杀害同门 大逆不道 弟子 无可辩驳 周敏言 你既知罪 那你自己说 这件事情该如何了结 弟子 当以死谢罪 不要 玄机师兄 玄龙 你的手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你就那么想死吗 是我的错 你胡说 天虚堂的事情我都想起来了 天虚堂的事情明明都是我 全都是我干的 你不要为了维护我而说谎 玄龙 不要 你记住 这件事情 与你无关 我已是深陷泥潭 若是连你也绞进来 师父该要多痛心 不要 玄龙 我八岁 初得少阳 第一次见你 你一身红衣站在门口接我 骄傲得像蔷薇 我从没见过这样好看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 你是掌门千金 而我 不过是个孤儿 那时我便发誓 一定要努力练功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陪在你身边保护你 我想一直看着你骄傲的样子 玄龙 请不要夺走我最后的梦想 不要 不孝弟子周敏 罪孽深重 求师父 自死 自死 爹爹 六师兄就是太重情义 所以才会受骗 知些错不能全怪他 师父 师父 您就饶命严一命吧 师父 饶六师兄一命吧 清掌门 饶敏颜一命 你们都起来吧 周敏颜 你被妖魔所获犯下大错 本无可恕 姑且 念在此并非你本意 死罪可明 但是活罪绝不可让 来人 将忠明言 逐出世门 爹爹 被先门除名 是医生的污名 请爹爹三思 玄机 师父已经容情了 不要为难他老人家 周敏颜 从现在起 你已不再是我少阳弟子 交出你的名牌吧 不肖弟子周敏颜 愧对恩师 愧对邵阳 今 交还邵阳名牌 从此 再不敢忘成邵阳弟子 走 爹爹 是 我有话说 少阳弟子楚玲珑 今日起 离开少阳 玲珑 你 你在说什么 今日之事 都因我而起 敏颜为了救我 闯入不周山 被妖魔所获 这少阳弟子 玲珑没脸再做了 玲珑 你生在少阳 长在少阳 除了这儿 你还能去哪里 快收回你的话 天下之大 你去哪儿我跟着去就好了 你既然喜欢看我骄傲的样子 就让我再为你任性一次吧 你们都要离开 从今日起 我也不做少阳弟子了 我们大家好聚好散 玄机 胡闹 你是把少阳当作儿戏吗 玄机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不会一直在一起的 如果一定要分开的话 你只要选择守住 身边最重要的那个人就好 少阳和敏颜 都是我心中最宝贵的 现在非要做个选择的话 我只能选敏颜 因为如果没了少阳 我也许能活 可是如果没有了敏颜 我会死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选择呢 傻玄机 人生在世 怎么可能事事如意呢 人总是要做各式各样的选择 姐姐当然希望 你这辈子都不用选 你 好了 别冲动了 就算不当少阳弟子 我不还是你的姐姐吗 敏颜不也还是敏颜吗 爹爹年事已高 帮我尽一份小心好吗 你 弟子楚玲珑 求掌门成全 玲珑 你真的决定了 我去意已决 玲珑不孝 枉费少阳栽培 辜负爹爹恩情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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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叙 你和六师兄 先在山下住着 等过一段时间爹爹其消了 我再帮你们去劝劝他 不用劝了 你要是想我的话 就来看看我吧 怎么了 舍不得我啊 轩姐 自从我醒了以后 我的脑袋里全都是花药的记忆 仿佛他杀过的人就是我杀的 仿佛他做过的恶就是我做的 就连他跟巫统做的那些龌龊的事 也好像是我做的 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地恶心 那是花药的记忆 不是你的 那些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是他做的事情 你不用替他负这些罪 可是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连元神也有我的一半 真的能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那也是他变得要跟你一样的 元神也是收他的挟持 你才是受害者 这些事情算不到你头上的 你和六师兄 就要下山远离这些纷扰了 你会过得很幸福 对了 玄机 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个是柱颖柱 你小的时候六师残缺 是娘教你食物便感 记录点滴的宝贝 这次我下山了 爹爹要是在娘龄前 再觉得难过 你就帮我陪陪他 跟他说说话 我们走吧 六师兄 照顾好姐姐 我送送你们吧 别了 到时候引的大家来就不好了 走了 不后来 我走 走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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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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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去买一盏吧 不用了 今夜月色正好 照亮这里足够了 你的伤还好吗 没事 我屋子就在隔壁 你有事叫我就行 我先回去了 来 探天地唯有相似无间 留恋分别的那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玲瓏跟着我成了无门无派之人 浪迹天涯 去哪儿都好 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 玲瓏 我绝不会负你 玲瓏 你不要难过了 玲瓏和蜜言不是已经安然无恙了吗 能够平安相守就是一件美事 你要是想他们的话 就时常去看看他们 师父 其实 我一直有件事情想问你 你说要是有一天 我们必须要在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之中 做选择 那该怎么办 玲瓏不是已经说了吗 能够守住身边最重要的那个人 就好 我只知 我绝不会放下你 你呢 我自然也不会的 你知道吗 其实我还挺羡慕玲瓏和蜜言的 羡慕他们 玄机 待这次三花大会 处理完所有事情之后 你可愿意 与我寻一方宁静之处 一起过闲事归隐的生活 来 来 爹爹 是你们哪 爹爹 只是觉得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心中有些烦闷 所以 所以我就来跟你娘说说话 一转眼 你娘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你们两姐妹也都长大了 爹爹只希望 往后的日子你们两个 能够平平安安 不再有什么意外 爹 你放心吧 我现在已经有能力 可以保护我自己了 我也会照顾好你和玲珑 不会让任何人出事的 你这个臭丫头啊 之前爹爹真的没少为你担心 可是没想到 你出去历练一番之后 真的长进很快呀 你不但有了定昆神剑 还把那个藤蛇收作灵兽 爹爹心里很高兴 只是 我这心里 时常有些不安 玄机 你是否觉得 自己有什么特异之处啊 糟了 爹爹该不会怀疑到我的身份了吧 若是大家知道我是战神 会不会把我当怪物 不跟我亲近了 玄机 爹 我收定昆和藤蛇都是巧遇 真的没有什么瞒着爹 没有 好 罢了罢了 你若是不肯说 爹爹也不逼你 爹老了 总不能一辈子陪在你身边 以后的日子 有司奉陪着你 爹爹也就放心了 爹 你不反对我跟司奉了 怎么说呢 经过了玲珑跟敏妍她们的事情之后 爹爹也想开了 其实这两个人在一起啊 只要能够相敬相爱 不离不弃 就比什么都强 司奉是个好孩子 爹爹看得出来 他对你是一心一意的 司奉啊 我知道 你们黎泽公的规矩很多 我也知道你师父 对你和玄机的事情 不太满意 你放心 我会找一个适当的机会 跟你师父好好谈一谈 多谢处长们 我与司奉此生 定不会辜负楚玄机 请长们 放心把玄机交给我 你这臭小子不会 是现在向我提亲吧 晚辈 知道现在不是最合适的机会 来得有些突然 但我对玄机的心意 从来就没有变过 你这臭丫头 女大不中流 对不对 不过我们修仙弟子行走江湖 不必聚于小节 这样吧 等从点睛谷回来 我就找一个良辰吉日 帮你还有玲珑 你们把婚事一起办 从今以后 我就再也不用为你们两个臭丫头操心了 爹 怎么那么快就提办婚事的事情 怎么着 你还嫌快了是不是 不不不 那好吧 那我就再找机会 我再刁难刁难她 怎么样 不不不 初掌门 晚辈求之不得呢 好 玄机啊 跟你娘 好好说说话 师父 我说过我会对你负责的吧 说话算话吧 那我以后 也只能以身相许了 我 你把你娘的画像拿给我 四枫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 你不知道你娘的灵位在哪儿 所以想祭拜 却不知如何祭拜 今天你娘的画像在这儿 我们就当做她的灵位也在这儿 我们一起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吧 两位娘亲 今日我和四凤 有了终身之缘 你们在天之灵 也一定很开心吧 初夫人 我与四凤 此生定会好好照顾玄机 你笑什么 我笑我们便这样一起散摆了高堂 好 如今 你已经是我为过门的妻子了 这可不算 你刚刚在我娘面前磕了头 这叫不算 我娘可都看着呢 那 那 那既然拜过了堂 聘礼呢 你骗了我的簪子还不认账 还想问我要聘礼啊 二位娘亲 你们可得为我做主啊 你乱说 这个簪子是你养给我的 又不是你给我的 好 等我从点金谷回来之后呢 我就给你一个盛大的婚宴 无论你想吃什么 我都一辈子做给你吃 这样够不够 那还差不多 嘘 腾蛇 你俩在这儿拜堂呢 打扰了 你干嘛在这儿 偷 偷出我娘的贡品啊 谁叫你们两个亲亲我我的 也不光泛 你看这郑小娘这么凶 小厨子 要我说啊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你说什么呢你 尹红姑姑 行迹 刚刚下山去看了玲珑和敏颜啊 明天就要出发去点金谷了 和他们俩告个别 这次点金谷之行非同寻常 你自己也要千万小心啊 我知道了 等等 玄机 你这簪子从何而来啊 簪子 这 簪子怎么了 这上面叼的是金翅鸟腰啊 你娘当年 你不记得也罢 只是这金翅鸟腰 生性凶残 作恶多端 你爹爹最是恨极了他们 快把这簪子拿下来吧 哦 这 就是金翅鸟 没错 正是金翅鸟 想当年 这金翅鸟便是魔族的左膀右臂 先磨大战之后 他们便逃到了凡间 几百年前 我们名门正派合力围剿 才将他们一网打尽 只可惜 终究是有漏网之语 尹鸟姑姑 你和玲珑 都说我不记得什么 我是不记得什么呀 不记得也好 可怜你当年那么小 玄机 这些年来 我们也一直在找 妖族的踪迹 你告诉我 这簪子是哪里来的 或许 我们能从中找出些线索 这个簪子 是我爹送给我娘的定情信物 我现在把它送给你 司风 这 这个簪子太宝贵了 你应该好好保存 怎么能给我呀 就是因为它重要 我再把它送给你 我希望 你能认清我的心意 这 簪子 是我在青木镇的时候 自己买的 不管怎么样 以后这簪子你妾莫待了 免得你爹爹看了伤心 玄机 你这簪子从何而来啊 这上面钓的是金翅鸟腰啊 你娘当年 你不记得也罢 只是这金翅鸟腰 生性凶残作恶多端 你爹爹最是恨极了他们 以后这簪子你妾莫待了 免得你爹爹看了伤心 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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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 四方 你刚刚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 我刚才 我刚才遇见了尹红姑姑 我总觉得她有什么事 没告诉我 而且 玲珑也想要跟我说 什么小时候的事情 她还给了我一颗注影珠 四方 你陪我一起看好不好 好 有我在 别怕 你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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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机 你看到远处的山了吗 嗯 记住啊 山是绿色的 知道了 你看那朵花 花是白颜色的 知道了 那娘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娘最喜欢蓝色 记得了吗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金池鸟 神机 娘 我想起来了 我 我都想起来了 是金池鸟鸟 四方 是金池鸟鸟杀了我娘 神机 这当中 会有什么误会呢 怎么会有误会呢 我现在想起来了 五岁那年 我是亲眼看见我娘 被金池鸟鸟所杀 虽然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什么叫痛苦 可是那天之后 我就不吃不喝不睡 直到有一天我昏迷了 醒来之后 我就把一切都忘了 刚才我看到那个珠鸟鸟 我 我什么都想起来了 我娘真的是被金池鸟鸟所杀 怪不得 刚刚眼后姑姑 看到那个簪子 反应那么大 这个簪子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爹是怎么得来的 或许 或许我能找到一些线索 玄机 我只知道 这簪子 是我娘留给我的 可是是啥 所有的金池鸟 也并不都是坏的 也许吧 可是 金池鸟鸟杀了我娘 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次去点金谷 我一定要抓到天虚堂的药 问一问金池鸟鸟的下落 久起祸首 我一定要为我娘报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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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主人 我是怕 你一心痴孽 到头来一场空 最后落的被情人咒反噬的下场 掌门师叔可还是在担心 如何寻出那天虚堂的奸细 是啊 这次点睛鼓 三花大会必有一场恶战 倘若不能够把那个天虚堂的奸细 给揪出来 就很有可能会被他们理应外合 盗走最后一把灵石 掌门放心 弟子已有办法 当日在不周山与我交手那腰 曾灭掉过一支玄机他们的生辰蜡烛 这便让他留下了破绽 掌门请看 此瓶所成 就是方才我去东海取回的娇人血 娇人血一旦离开娇人体内 便会变得无色无味 但只要一遇到娇人泪 便会崇宁血气 化为红色 那腰曾经灭掉过玄机他们的生辰蜡烛 手上必定会有娇人泪 好在娇人泪已经触碰 便会经久不散 你的意思 是想利用这娇人血 来查出谁是奸细 不错 当日打药便被玄机震碎之时 在场有十二位长老 我们不妨以这娇人血一一试探 若谁的手在触碰娇人血之后 会变成红色 那必是我们要找的奸细无疑 可是 我们毕竟要在点睛谷行事 还需要容谷主来配合 可当日容谷主也在场 倘若奸细是他的话 这个计划就没有办法实施 掌门放心 弟子方才从东海回来之时 特意去了一趟点睛谷 用娇人血试探过容谷主 他并非是我们要找的人 并且容谷主已经答应 会配合我们的计划 好 这次无论如何 你要把这个妖魔奸细 给救出来 唐 唐主 我说过你是我捡回来的一条狗 记得吗 书下铭记在心 不敢有我 那就好 来吧 让我看看你是用哪只手 偷了我的飞龙鹰 我要好好赏你 唐主不要 不要 唐主 是这只手 唐主 还是这只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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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主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你这条手臂 是我用逆满罗烟扭下来的 不会自语 血流根之前 你还有一个时辰可活 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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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自知 罪不可胜 可廷旭堂正是用人之情 属下还能为唐主效劳 日后定当忠心耿耿揪他心 你一条咬过主人的狗 对我还有什么用处 唐主 唐主不是要对点金谷 有所计划吗 点金谷 以奇门遁甲闻名 谷内更是机关重重 若是不了解地形的话 恐怕会遭受重创 莫非你有法子破那些机关 书下 曾 曾败在点金谷门下 暗中偷看过点金谷的 防卫机关图 此图乃谷主一人掌握 他绝对想不到有第二个人偷看过 若 若唐主愿意留下我这条性命 我保证让田曲堂 顺利杀进点金谷的每一个角落 若唐主 唐主 属下已经做过一次 绝不敢再做第二次了 求唐主给一次机会 这么会咬人的狗 死了可惜呀 但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这样吧 你要是能自救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虽然这手臂的伤口无法自愈 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这儿有盆火 若你要能用这火盆中的火 把你的伤口烧焦 血就能止住 要不要试一试啊 你这种对别人狠 对自己更狠的精神 我很是欣赏 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过你要记住了 倘若再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我有一万种方法 让你活得不如一条狗 好 副公主 什么事啊 公主命弟子打探的 点筋骨三千年一生的石髓 最近终于找着了 弟子本应禀告公主 但一直寻不见公主的身影 公主不见了 行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是 疯疯癫癫 除了在那儿 还能在哪儿啊 好方 你躺了这么多年 该醒了 春天来了 我在黎泽宫里 栽了许多桃花 等你醒来看到熟悉的画面 你一定会很高兴的 师哥 你对着一具尸体 说了二十几年的话 有意思吗 谁让你进来的 你说外面那些弟子要是知道 堂堂黎泽宫的公主 在内殿藏了一具女人的尸首 他们会怎么想 住口 滚出去 师哥别生气嘛 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点筋骨的石髓 长成了 石髓 真的长成了 只要在这次 三花大会把石髓弄到手 你的好凤就可以复活了 它再也不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好方 你听到了吗 我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了 等我杀光那些 逼死你的 修仙正牌 拿到石髓 我们就可以团聚了 好方 你在耐心等我几天 我一定会助师兄一臂之力的 助我 别把话说得那么冠冕堂皇 你不要以为 我不知道你在背地里干的那些勾当 你只不过想利用我拿到灵石罢了 我说得没错吧 打开天窗说亮话 也好 这次点睛鼓三花大会我们合作 你拿你的石髓 我夺我的灵石一举两得 我不知道 你到底想搞什么名当 但我只想救活我的好凤 其他的 你掂量掂量 是 师兄 我们可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迫不及待想要到灾花大会了 你也会做什么 那看我 小妹 快点了 公元 你早哥 等我说 我早就不就回来 我还不覺得好 你也是 他最好 你这个国家呀 他都不太太 好 你看你 你这个国家呢 知道吗 时间要太多 太多欢乐 等着我长大 用心之不和 也有太多太多的欢乐 当你看着我 心就明了了 期待过 失望过 一次次 青年被命运传播 每一生 都是我 累积的 爱不到的轮廓 不尽一广心彻骨 曾知相何处 深藏直觉与非复 胖的又胖的归宿 原来是肃穆 我从未虚度 为多一份感动心就多一份不负 我蒙上眼睛让自己看清楚 在拥抱之前先学会了放逐 伤情又痛苦的痛苦 如首 如首 如足 如泥 如泥 不若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